哈喽,大家好,我是芷桃老霍的老霍哥,俗话说得好啊,入对圈子跟内人。 咱们今天跟着老霍哥呢,就逛一逛古安地摊,看看有什么收获。 看看这个小盘,这是磁州腰的一个小盘。 你别放倒手了,小子来了可不得倒手了,一旦倒手我脑子都跑了。 看看这个磁州盘,这是一个房屁,这个并不真不老了,一看这个口就看出来,不过这个太低了。 这是一个小盘,这小罐是个老,可惜呢就是太普了这个罐。 还有五毛的。 这其他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什么收藏意义了。 嗯,像这个磁州呢,像这些呢,都是房子店。 都不老了,这些盘子,然后房子店,包括这个小鲜鱼。 像这个,卖盘子的,这个都没有和田玉的了,这都是秀鱼。 大家看一下,这是秀鱼的。 蛮导。 这个是塞鲁鲁。 塞鲁鲁呢,就是民国时期的塑料。 嗯。 琉璃什么的哈。 但是,没什么粉。 结合,地儿。 比较脏。 嗯。 大家看这儿有一个瓶。 嗯。 大家知道这个瓶的名称叫什么吧哈。 嗯。 下面大,上面小,像一个水滴。 哈。 这是一个龙纹的啊。 咱们俗称呢,管的叫做胆瓶。 这个,像,像一个胆一样。 哈哈哈。 胆呢,是指苦胆的胆。 胆瓶啊。 你知道它叫胆瓶吗? 大家好啊。 今天到了周六了啊。 咱们今天比往天的稍微早一些啊。 然后呢,一块呢,跟大家呢,会让几件小器舞啊。 一块共同来分享一下。 那也祝大家呢,周六愉快。 首先大家看的老伯格手中呢,是一个小药瓶。 这个小药瓶呢,特点呢,就是小巧玲珑啊。 写的呢,是行军伞啊。 这个呢,肯定是过去呢,给这个部队打仗配备的啊。 然后呢,应该是一个止血花衣,或者是一个什么急救的药物啊。 这个呢,现在呢,咱们其实呢,也可以利用它啊。 你像这个老人们,咱们塞一个小木塞子,做一个啊。 或者是自己配一个这个小盖,都行啊。 然后装点的单身滴丸啊,或者是这个塑料救心丸。 都非常不错的一个小东西啊。 这个呢,比这个塑料的要强多了,是吧。 拆到身上呢,也是有比较有档次的啊。 也可以呢,没事在手里盘完。 咱们这个青花又属于右下彩啊,是不怕盘摸的啊。 这个呢,越盘的这个辞质越润越亮啊。 然后呢,这个小东西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低的市场的合理价格。 就是168吧。 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啊。 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全品,没有任何的毛病啊。 大家接着看啊,这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是一个粉彩啊。 粉彩的一个水鱼啊。 嗯,大家一看这种形状的啊。 就是咱们文人书房用的一个水鱼啊。 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时期的呢? 大家首先看它的底款啊。 大家聚一下胶。 底款呢,写的是同质年质啊。 这个这个就是不是太清晰。 我给大家直接解读一下啊。 同质年质啊。 然后呢,同质年质呢,它是一个晚清的啊。 但是呢,咱们这个水鱼呢,它不是一个晚清的啊。 它是一个什么时期的呢? 这个卖家卖给我呢,说是民国的。 结果呢,我拿到手上一看呢, 它啊,就是属于民国到咱们创会时期的啊。 这种东西。一看这个胎就是啊。 嗯,就说说民国伴略有一点牵强。 但是创会是绝对没问题的啊。 呃,胎呢,这也是非常干老。 然后这个胎呢,就是比较接近五六十年代这个胎啊。 跟民国的略有一点点差距。 但是呢,也比较像民国的啊。 包括这个款款式啊。 嗯,但是呢,这个来的价格呢,并不是很高。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件收藏品啊。 然后呢,可以摆放欣赏啊。 画的是这个牡丹啊,富贵牡丹。 然后呢,上面呢,会有一只蝴蝶。 呃,所称的也就叫蝶恋花啊。 这还有一只蝴蝶啊。 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粉彩全品的小水鱼啊。 难得完整啊。 然后呢,这个呢,五六十年代是绝对没问题的啊。 最低呢,给大家把它创会啊。 给大家呢,也是一个比较低的合理的这个收藏的价格啊。 这个价格呢,就是458元啊。 还是非常难得的。 呃,水鱼呢,大家都知道文房器。 像这种叶泥河,水洗啊。 水鱼都是属于文房器。 今天呢,咱们主要呢,就是跟文房器干什么啊。 这个文房器的收藏品级等级呢,都要高于其他的实用器跟摆放器啊。 458,非常不错的一个。 泰狮,也就是红狮子。 这是个印尼盒,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个印尼盒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印尼盒啊。 一般呢,像咱们地摊,古玩店。 这种呢,防品的重灾区,像这种泰狮少保,还有红狮子啊。 遍地都是防品,哪一个是假的,哪一个是假的。 很难找到一件真品啊。 今天呢,还是不错的。 今天是在古玩店啊,收了这么几件啊。 比较不错的小藏品。 因为一个老师傅81岁了啊,他那不打算干了。 东西收藏的东西呢,都低价会让。 老霍哥呢,淘了几件不错的东西啊。 特别是这个啊,也非常喜欢。 一个呢,是狮子画的呢,非常的开门。 漂亮。 这个呢,还是比较完整的啊。 也有小缺陷啊。 就是唯一的小缺陷在哪里。 我给大家找一下。 你能发现啊。 就是在这儿,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飞皮。 这儿,非常非常浅的小飞皮。 这个呢,处理了一下啊。处理的呢,还是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再拍再找就非常费劲了啊。 非常难得的啊。 这么一个红狮子的印尼盒。 这个呢,是一个民国啊。 这个非常开门的。 最晚到民国时期的啊。 看这个胎质啊,发黄了。 就是晚清民国。 最晚的保老的民国啊。 非常难得的一件。 百赏呢,收藏的这个佳品啊。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低的合理市场价格。 就是880元啊。 像这种品项的,或者是这种东西,倒带的东西呢。 像它呢,比较瘦的热跑啊。应该是在千元以上。 没问题的啊。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周末的愉快的这个合理的价格啊。 880元啊。 非常难得的。 咱们接着看啊。 这一件啊。这一件呢,看了吗? 也是非常漂亮的。 写的是什么? 福禄瘦。 写的是福禄瘦的啊。 这也呢,是一个史语啊。 这也是在那位老先生那儿淘来的。 你看这个胎底呢,就是开门。 非常开门的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最晚呢,到光绪啊。 非常开门的。 你看这个胎质非常干老。 而且呢,发黄。 这个呢,有可能是在还更早一些。 这个水鱼呢,也是一个全品啊。 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 非常完整的一个东西啊。 再一个呢,它属于这种造型呢,是做成了一个小炉子的形容。 这个头一次见到啊。 非常这个别具风格的这么一个。 这是做了三个小腿。 有点特别像咱们那个小炉。 实际呢,不是炉。 还就是这个文人文房器啊。 这个,完赏的这么一个小物件啊。 既能把玩,也能欣赏。 寓意又好。 写的福禄兽。 这个呢,特别适合呢,送给这个老人啊。 祝寿啊。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东西。 像这种东西的话,肯定到了其他主播手里,肯定要156以上。 这个呢,也给大家一个非常低的合理的市场。 价格呢,918元。 如果呢,这个呢,大家有需要呢,就把它请一下。 寓意非常好啊。 三个都全了,福禄兽,福禄兽三星。 寓意也全了。 就是有福,又能长寿。 而且呢,还有高官后禄。 接着呢,再给大家再上一件文房器。 非常漂亮的一件文房器。 可以说呢,这个很难再见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了。 这个一看就是非常细路的。 第一件,这是一个水洗。 这个内盐呢,是往里凹的。 就是你存上水了以后呢,里面有点水,你往外倒呢。 是也很难倒出来。 里面这槽,神经级挺多。 也是呢,韵味十足。 别具风格。 大家呢,一看这种题材呢,就知道了。 不用我说了。 有白露。 然后呢,有莲花。 一露莲科。 这个呢,也是一露高升的意思。 这个呢,咱们当官的呢,特别喜欢。 文人呢,当然也很喜欢这种题材。 非常难得的。 然后呢,咱们看一下它的胎底。 看一下它的右光。 包括它的胎底。 然后这个位置呢,磨得都已经非常润了。 然后呢,这会有一个底款。 底款呢,实在是拍不出来。 看不清。 但是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写的是景氏。 景氏建国磁场出品。 就是景氏建国磁场出品的。 一看这个款呢,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呢,就是一个五六十年代的。 属于五六七的一个磁器。 大家看一下这个绿彩上的这个隔离光。 包括这个彩虹的光玉。 非常的漂亮。 可能拍的差一点。 但肉眼看的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画的呢,也是微妙微笑。 看一下这白露。 非常的精神。 并不是脱彩。 这白露是用的白色的。 白色的彩。 就跟我们旁边的这个一样。 然后呢,这荷花呢,非常的艳丽。 画的呢,也是非常的舒展。 难得的一件全品。 一件美作。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毛病。 就是没有毛病嘛。 然后呢,有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小磨痕。 小使用痕迹都是非常正常的。 这个呢,给大家呢,非常合理的。 非常低的一个市场价格。 1080,太美了这个东西。 有点卖的也有点不舍。 等你收到手了以后,你就知道这种东西呢,确实是很漂亮的。 很难得的。 很难收藏到。 这样比较好的东西。 1080是非常低的价格。 那么最后一件呢,大家一看呢,这个是。 大家常玩的就知道了。 这个是康熙的。 一个青瓜。 青瓜。 樊红。 樊红。 这个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你看呢,就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雅。 富丽堂皇的感觉。 一看这胎跑不了。 清早期的。 你看要糯不糯。 一看呢,就是康熙的东西。 像糯米一样。 糯米蒸出来蒸熟了以后,出来的那个油。 所以呢,又叫糯米胎。 锦皮靓釉柚。 它柚子呢,非常的亮。 题材呢,就是飞马。 它两只飞马。 因为这个飞马的图案呢, 在明代的词器上用的非常的多。 然后一直延续到我们清早期 明代人比较信奉道教 然后飞马就是寓意着飞黄腾达 冰墙马壮 再一个就是梦见飞马 或者有飞马可以带来好运 这个都是咱们古人的一种美好的期盼 确实是这个马儿 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忠实的 如果是有他相伴 一个是生活祥和 再一个是能富足 确实能给人带来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这个词级上 尤其康熙的词级上 用飞马的就特别特别的少了 因为明代用的比较多一些 到康熙就是很难得一见了 特别是在青花蜂蜂喵筋的盘子上 能有两只飞马 第一次见确实是很少见 我不知道其他朋友见过没有 还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画的是亭台楼阁 然后还有会有咱们的花卉 之前跟大家说过 康熙的花卉都会往两边分叉 像两个小鸡一样 在这个盘子上也能体现出来 然后这个盘子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基本全品 怎么这么说 还是这个老问题 就是说康熙的磁吸 盘牙上会有这种小小的抱佑 这种非常非常 芝麻粒小的小抱佑 但是老霍哥都给他处理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看不出来 还可以 品项就跟全品一样 非常漂亮 这个一个是摆在家里 确实有一个好的意义 再一个也特别适合收藏 这种东西越稀有的 越好越珍贵 那么这个给大家一个 也是今天比较低的会上价格 就是1380 咱也别起拍了 你能出到这个价格 就把这个青花蜂蜂描金的 飞马的盘子请回去 前面是公马 这个漂亮 身上带苗金 后面是母马 他俩朝夕相处 这个呢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那么感谢大家对老霍哥的支持 也希望呢 老霍哥呢 以后呢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 更实惠的藏品 谢谢大家